首先感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再加上旁邊的通知鐘 下次有新影片就有通知了 大家好 今天有一個突發的開箱 就是這隻 Polar Placer 它是一隻跑錶 仍是一隻價格比較親民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之前跑步也有用這隻 Polar Vantage V2 價位比較高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捨得 但這隻錶真的非常好 首先有 Precision Prime 這個10個LED的心率檢測器 我戴著這隻錶用了這麼久 未試過有一次測錯心率的問題 另外GPS也是超準 即使沒有電話之下 也是很準的 另外它的螢幕也是跑錶的規格 太陽射下去會猛太陽越光 而這隻Placer也是一樣的 成計了這些優點 另外額外的就是它特別輕 待會會開給大家看看 我現在首先來個開箱 後面那些沒有什麼特別的 主要說它很輕 GPS很準 還有運動錶的高階的功能 即是很漂亮的心率監測 有個App很棒 這樣拖出來 就看到 有些說明書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得到 接著就看到我們的錶 再看看裡面的配件 額外還有一條錶帶 適合不同大小的手腕 還有一條充電線 我們先看看錶的外觀 首先大家看到螢幕 螢幕本身跟Vantage V2 一樣 都是運動錶的螢幕 在陽光之下 它是不需要著燈的 靠陽光的光反射給你 所以陽光越猛 它越清楚 到了晚上又怎樣 其實它是有Backlight可以打開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分別 另外看看錶的設定 你會看到有不同的按鈕在旁邊 整個設定 其實跟我之前的Vantage V2 是一模一樣的 另外還有一個特點 大家看看錶帶 錶帶本身 它有些質感 不是只有一條黑色錶帶那麼滿 但黑色的效果 又有些優雅 但又有活力的感覺 還有看看這個最重要的地方 也是為什麼我選擇POLAR的地方 就是它底下 有一個Precision Prime的感應器 總共有10盞LED燈 現在已經有兩盞 戴上手後 它會有其他像現在這樣 還有其他 10盞LED燈 它有三個不同的波段 所以它測你的心率是極度準確的 現代有時候開箱 有些便宜的只是一顆 它們一般情況之下 測心率都準確的 但是跑錶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夠輕 所以你跑起來 是特別地舒服的 還有沒有速度 當然了 我本身的錶有一個保護貼 在上面未撕的 有一個小膠紙 在這裡 放一放 大家看到了 41克 那我的膠紙 可能有一克 大上手非常非常輕 大上手 如果你說Advantage V2 其實是幾重呢 其實是52克 差了10克 所以 42克 差了10克 的話 感覺真的輕很多 當然 你說其他的智能錶 那些可能會更加重 另外 也簡單看看功能 其他的Polar錶 都是差不多 首先有PolarFold的App 可以監測你每天的運動 或者你的動動 睡眠 回復的狀態 基本上 監測你運動上的東西 它是做到100分的 我自己覺得 另外 亦都很簡單地 做到一些智能錶 會做到的東西 譬如 通知功能 又或者 有電話來 會跟你震一下 告訴你 誰打來 舉個例子 我現在 就發了一個 WhatsApp的 Emoji 過來 發了一個 就是 樣子過來 你看到 有一個紅色點 提醒你的 就是有通知 其實是可以按進去 然後 放一格 就能看到 譬如 我打 中文字 看看可不可以顯示到 這樣 我一按 你看到 它顯示到中文繁體字 至於有來電 又如何 我們又試一試 有來電通知 會有來電通知 會亮燈 會震 你可以 剩下 或直接按下 然後 可以按下 然後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標的介面 以及普通的操作 首先 上鍵 下鍵 確定鍵 這邊就是一個 背鍵 上面就是背鍵 按下鍵 按下鍵 然後 操作上 一般在主標面上 按上下鍵 可以切換不同的 一會兒會說 有什麼 例如 心率 最近的訓練狀況 睡成怎樣 這些可以切換 天氣都有 然後 走進設定 一般的訓練 都會有 行山 游泳 行路 跑步 其實全部都有 雖然是跑錶 但是 什麼都齊 再看 看看設定中的詳細設定 這些功能 全部都有 跟Vantage V2 一樣 那麼多功能 設定中 先看普通的 藍牙配對 心率連續監測 飛行模式 backlight的光度 請密打擾 電話的通知功能 這個特別說一說 預設沒有開 即是手錶收不到通知 你要自己走進來 就收到 亦都可以控制 你跑步 或者運動期間 有沒有通知 或者長開通知 都可以 我自己喜歡長開 接著 音樂控制功能 錶本身播不到音樂 它可以控制到 手機播放什麼音樂 英式或者美式的單位 語言 就是介面的語言 我自己喜歡用英文 但是用英文的同時 是會看到中文繁體字的通知 所以不用怕沒有繁體 而介面也有中文 但是簡體的 這裡要留意一下 但是簡體中文介面 裡面 也會看到繁體中文字 然後有這個 沒有動作 即是沒有動作 即是沒有動作 提醒 可能提醒 要動作 然後 震動功能 可以選開關 另外 左右手 可以選擇 即是大錶的手 然後 定位功能 今次的錶 跟高階的 都是一樣 很多定位系統都支援 同一時間 可以用多一個定位系統 我現在選擇了 GPS加GARGAROLUS 定位是很準的 再跳到外面 接著有一個 選擇的鏡頭 剛才也說了 在錶面上 可以顯示不同的鏡頭 就在這裡選擇 例如我不想在錶面看到天氣 不需要 就把它剔掉 上面就會少了一把天氣 另外 錶面可不可以再自定 其實是可以的 它不像一般的 智能手錶 可以自己下載錶面 它預設有兩大類 兩類 第一類 就是跳字的 中面 另一類 就是指針 Analog 按下去 例如Classic 就是最基礎 也可以選擇顏色 例如我選擇 紅色 運動錶 通常選擇紅色 跳出來看一看 這個錶面 大家可以看到 錶面 很帥 有紫針 紅色 就是秒針 當然 你選擇了其他顏色 變成其他樣子 一樣可以轉看 有些看法很帥 像這個 當然其他看法 也顯示不同的資訊 天氣也有 有其他的指針 錶面 例如這個 叫Lolipop 即是波板糖 會怎樣呢 大家可以看到 指針 原來的頭 有一個圓形 就像波板糖 有些朋友 就看習慣跳字 即數字 我們看看數字 有什麼款 有一個最簡單的款 叫Symmetry 這個款 就是最正常的 這些數字 可以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設計 這個就是最基礎的錶面 再看一個數字 譬如這個 Seconds in circle 我這次選擇橙色 你看到 就變成另一個風格的錶面 都是跳字的 有很多不同的款 可以讓大家選擇 另外 我進去設定 再看看 還有什麼 除了錶面 除了錶面 一期時間 可以設定 然後 Physical Settings 就是讓你設定 身高 體重 年齡 又或者你想訓練 強度 日常生活 當時 Active 程度 有多高 有不同級數 可以選擇 它會因應你 所選的級數 給你一些指導 所以基本上 這隻POLAR的 PLAZER 我自己用來 就似曾相性 因為用開Vantage V2 整件事 立刻一拿上手 就懂得用 而且 很簡單 而且 它又遺傳到 PRECISION PRIME 這麼厲害的 傳感器 又有很輕的 錶身 所以 整體上 真的非常適合 你認真想著 買錶去做運動 去鍛鍊身體的人 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另外 記得分享給你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通知 我們下次做LIVE 再見 拜拜